欢迎回到一点新闻,继续来关注新闻 人民行动党今早发表文告,指新加坡民主党候选人徐顺权 在星期三记者会上的发言,再次显示了他对市政理事会所扮演的角色存在误解 行动党说,徐顺权指玉郎、金文泰市政会 上个星期天推出的邻里更新计划是由市区重建局拟易发展 议员和市政会只是推动,这是不正确的说法 行动党在文告中说,虽然市政局制定指导土地资源规划的总栏图 但是负责提出和落实邻里更新计划的并不是市政局或者任何政府机构 由市政会拟易的邻里更新计划一旦获得批准,政府将会拨款资助 但是从头到尾负责落实整个计划的是市政会 这意味着市政会必须考虑区内居民需要的先后次序 在咨询居民之后推出详细的计划 以负责任的方式完成工程的招标 监督工程承包商以及最后确保区内设施的维修 行动党说,他们认为看待这个责任,认真看待这个责任 行动党表示,民主党说他们会有一个模范的市政会 而这就要由选民来决定,民主党是否了解市政会的责任,并能有效运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